我的天哪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这个在美国搬个家 这个费用真的是要去掉 我们几个月的生活费呀 因为我们很快就要搬家了 还有两个来月了吧 所以呢 我出门捡了一些这个纸箱子 这些纸箱子都是人家家里面 搬过来呀 或者家里不要的一些纸箱子呀 我看到收垃圾日子的时候 有些很多家庭就会把这些 不要用的纸箱子放在家门口 然后就一起 我可以收过来 那我们家新邻居 就自从Lenzy搬走之后 新邻居搬来了 然后我昨天去他们家 又要了一些纸箱子 我说你们家有不要用的纸箱子吗 他们正愁着这些纸箱子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呢 我就给要了过来 看这里的这一些纸箱子 大大小小的 有好多个 底下这么一堆呢 然后那里几个垃圾袋呢 全部都是那个纸啊 这样子可以包一些易碎物品 这个大的纸箱子呢 这个应该是可以里面挂衣服的这种吧 为什么我们要赶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间段去搬家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赶在那边学校开学之前 把家给搬好了 不过还好呀 开开心心的中文课都是在线上上的 对很多海外的华人妈妈来说呢 最头疼的事情呢 就是孩子学中文了 从小到大的英文环境呢 孩子一上学 中文就退化了 我们家双胞胎呢 一回家就只讲英文 所以我选择linguist每周两到三节课 一对一的专业中文老师在线教学 对我而言 大品牌和专业的团队是我的考量标准 对于开开心心来说呢 有趣的互动和持续不断的培养兴趣 才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选择了linguist 上课的时候呢 总能抓住孩子喜欢的点 对 他是反着方的对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咯 每个单元呢 都会围绕相应的主题 比如我们最近一节课上到猫狗像 老师也会通过课件的游戏音乐 来帮助孩子加强记忆点 总之是非常有趣生动的 并不是传统干巴巴的教学 正面 对的正面非常好 我老师奖励一个奖杯 耶 每个单元结束呢 老师也会有一些单元总结反馈给家长 这样呢 家长和老师也会及时沟通 调整孩子的学习状况 现在开开心心的会主动跟我提出来 要完成中文课的课后练习 还会时不时的笨出来一些词语 让我很意外 明明啊 我的家里收我 家庭作业啊 课后练习啊 好 猫 不错哦 狗 狗 像 哇哦 会主动问我一些词 用中文怎么说 当然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Languist的老师 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没能让开开心心早一点学 早一点培养他们的中文思维 现在扫码或者是看视频下方的信息了 免费领取试听课哦 开心吧 你今天打电话问搬家公司了吗 嗯哼 这些够不够吃啊 这是中午给你做的 剩下的 够吃的对吧 不够吃我在给你炒新鲜的 只能单独给他炒饭每一次 对吧 搬家公司怎么说的呀 要多少钱 给他们给我们的小鲜 我请问一个16岁小鲜 嗯哼 是 500$ 我们需要多少钱 我认为16岁的小鲜就够了 够了吗 差不多 因为我们可能大型的家具没什么 我们只把所有东西都放到最上边 嗯 把这里移送到我们的次 是2200 它不是那么糟 嗯 但是 一旦我们到那里 他们会给我们 150$ 从他们的小鲜 到我们的房子 现在这些都是我们 把所有东西都放在 没有联系人 OK 就我以为搬家 就是可能会要个几万美金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还可以 因为我们选择了 一个便宜的方式 就让他们把那个 集装箱放到我们家门口 我们自己搬 自己打包 我们也不请人 因为我在搬家的过程中 要扔掉很多 没必要的东西啊 前段时间 大家看我的视频也都知道 我最近不是在断舍离吗 就 这几年来美国 这十多年 前前后后 涨下了不少家当 没用的家当 所以 我现在想要 把它慢慢地清理出去 然后自己一点点打包 but if we need to move the big piece of furniture we need to hire some movers right I can ask my friends 算了吧 我觉得还是找 人来帮我们搬吧 how much is the mover cost then saying like 300 dollar a day I can ask them more than that I can ask 你要问一下 我觉得300块钱一天肯定要的 我们肯定要请到两三个人 这又是一笔钱 就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呢 就是扔垃圾的费用 比如说我们 现在睡的一张大的床垫 我们可能就不要了 要换新的了 或者说我们 你看现在我们 坐了这个椅子 已经有一些开始掉皮啊 什么 这个椅子我们也不要了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它扔掉的话 也是需要这个费用的 do you know how much it will cost for us to toss on those furniture what do you mean cost we need to pay someone to toll right furniture like the mattress and the chairs we post it online and sell someone will pick it up for us we make money and they take it away from us yeah but our mattress is like roomed there's people who buy it are you sure there will be people who buy it I don't want to sell for money I just want to get rid of it 你还真贵金拿细算啊 今天你要吃西瓜啊 拿个纸 你还要给西 开开拿一个啊 那你也帮忙拿个纸吧 哎呀真贴心 天使 you're welcome the biggest cost is that 2200 right but we also needs to pay when they drop off the containers and when they move to texas we also needs to pay when we pick up how much is the total then twenty eight twenty eight hundred and the whole process is within 30 days okay 所以他从他们把这个 container drop off thirty days 到我们去pick up 对吧 总共是三十天 do you know if this community they're able to leave the pot in front of our driveway I know I think I've seen some before 我们明天还要打电话 去问一下物业 我们这边能不能 I think the biggest concern is our neighbor that's all 嗯 我们要跟邻居打个招呼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 嗯 其实箱子呀 还有纸箱呀 也是一个大的开销 但是目前啊 我去捡一些回来用的话 我们自己打包啊 干干什么方面 肯定也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 最多就是买一些胶带啦 这个胶带 风箱的这个胶带 肯定是花点钱 we need to sell our car before we move sell the red car 那辆车我已经开了十年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买了 我跟开心爸爸对于车上面 是没有太大的追求的 就是代步工具嘛 能有着开就行 所以我们那辆车呢 开了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啊 we carry on 2013 2012 what is it I think so 嗯对 2012年的时候买的 已经十年了 that car is 2010 我当时买的是个二手车 当时卖了两万美金 那个车我觉得 so it's in a year 吃完了 我再去给你炒个菜吧 哈哈哈 给你炒一点等一下 you're finding water belly 要做西 哦行呢 你去吧 你去种吧 你给你拿吧 你去吧 拿一个就行 拿一个纸就行 去种吧 你少喝点水吧 吃西瓜就少喝点水吧 oh no I start craping so I don't think I'm drinking enough water oh okay you know your body better than anyone but you gotta tell mom too 你要跟妈说 让她开始准备 开始打包了 因为 I don't think she will let me touch her stuff but tell her make sure she don't move the big piece by her own 我妈呢 对这一次 搬家也是很期待的 因为她 对她来说 可能在自己家 后院种菜这件事情 她确实也挺期待的 我们也答应她 会给她在后院 开辟出一块 她可以属于 自己的小菜园子 虽然说我们家 院子不大 但是肯定是有地方 留给我妈种菜的 妈的菜怎么样了 妈妈 always 快 something and about to grow and then she'll have to leave again just like my brother's house remember last the year yes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stuff grow and then she's gone move to move with us and now we're leaving and now this time she's gonna have her own sweet little area yeah 这个两千八的是 最多的一个费用了 在算上 如果我们要请工人 来帮我们搬东西的话 那可能算一天 最起码要一千美金 如果请到两三个人的话 那就是三千八 再加上路上的油费 住宿费 拆旅费 这一些 最起码怎么样 也要个一千五百美金 那就是多少了 五千三百美金 那我们肯定还要准备 将近一两千美金的 一个备用金马 比如说要买胶带 或者之后退租的时候 要打扫这个屋子 因为我们租的时候 是干干净净的 退的时候肯定 也是要干干净净的 那比如说像楼上的地毯 我们可能也要请专业的 公司过来帮我们清理 或者是 小孩子有时候墙上 可能会蹭一下 画一下 这个我们也要去处理好 这个肯定也是要 多多少少花点钱的 所以算下来的话 前前后后 怎么样也要六七千美金 我的天哪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这个在美国搬个家 这个费用真的是要去掉 我们几个月的生活费 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们家里要花很多钱 开心爸爸好好工作 我好好在家把家管理好 都省点钱 当我过来的东西 在家里 我感觉到 我购买很多东西 我应该不会购买 所以我感觉到 所以我感觉到 我没有做得好 不太好 别 不要说你不做得好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给开开心心 和我 你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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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心心 我家里面 你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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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觉到 你做得好 你知道 那是为了 我结婚了 你 嘴太甜了 嘿嘿嘿嘿嘿 我爱你 我爱你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 我也会给大家记录 我们全家搬家的过程 到装修新房子的过程 大家一起期待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